SM的新女团ASPAR已经出道整整一周年了 SM官方社交平台上公开了庆祝信息 让粉丝猝不及防的还夹带着卖货的信息 为了庆祝ASPAR的出道一周年 SM还特意推出了一些ASPAR的周边产品 产品好看是挺好看的 颇有当年非主流时期的味道 价格也非常的美丽 总之是粉丝看了都不想买的程度 还记得ASPAR出道的时候 额评差评如潮 除了Winter另外三个女孩被黑上了天 柳志敏因为辱骂前辈的不实消息 被黑上了热搜 还凭借出道后的好性格 表现 颜值 成功的打了一个翻身仗 对宁宁和Jesire的黑料就更是无厘头了 根据宁宁以前国内社交 微博上和粉丝互动的消息 给宁宁扣了一个四连粉丝的帽子 然后宁宁卓只是已读了粉丝的信息而已 甚至都没有回复粉丝 但四个女孩就是很争气 出道以来三次正式回归 两次打了漂亮的翻身仗 ASPAR已经是韩国青少年关注度最高的女团 随之而来的还有她们飞速上涨的商业价值 出道一年的时间 ASPAR已经斩获了好几个团体代言 对于一个出道才一年的女团 这种程度商业价值得到了很大认可 才有的地位了 品牌们也是代言人当女儿一样栽宠 在纪念日都会送上祝福 鲜花、礼物来应援 这部KP银行在ASPAR出道一周年之际 就为四个女孩送上了365马克龙蛋糕应援 其实作为SM公司最年轻的女团 SM的工作人员都喊穿ASPAR 特意为她们订购了糕点和乳蛋饼 看着她们发展越来越好 SM应该也会仅仅抱着这棵摇替树吧 关于ASPAR出道一周年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 爱动韩语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